回去做這樣的一個代言 你的人生哲學好像在告訴我 這一對夫妻的人生哲學 夾縫當中能夠求生存 就是蟑螂嗎 就是什麼 蟑螂 蟑螂 小強 其實我常常講 人家為什麼你的理念是什麼 我就說這兩個字 蟑螂 打不死的蟑螂 我覺得就是說 應該這樣子講 其實人生的短短數十年 我覺得你應該怎麼去過你的生活 吃彩色 吃黑白 其實這支筆是永遠握在你的手上 對 你們兩個真的熬出頭了 蟑螂哲學 兩人現在日子過得可好了 兩個人就是 這可愛的蟑螂屋 蟑螂屋 蟑螂哲學 你知道嗎 讓你們兩個脫穎而出 其實我覺得你們會救了很多人 跟著你們的蟑螂哲學走 像你們一樣去搶錢 好像也可以賺到這一棟透天錯 這個地點當然就是不講 保密 可是這個整天透天錯裡面 聽說還有電梯 對 還有電梯 氣死人 這樣親切不景氣 沒有 每一家大樓都有電梯 這個你們後天錯電梯是幾樓 四 五 我們是五層樓 五層樓 都是你們家的 對 所以當然一樓到五樓 就是在家裡面 我要到睡房 我就是按電梯上去 因為電梯我們最主要公用 是用在 其實有時候我們會買東西 用來載東西比較多 其實平常我們還是走樓梯多運動 就是長輩 長輩 就是爸爸媽媽之類的 對 然後就是有時候不舒服 坐電梯不用爬樓梯 對 然後有時候 像我們露營很多東西 真的是需要 沒有辦法 你一定要坐電梯 不然真的很難拿 那個拿了都 光看手都腰痠背痛了 可以稍微講一下 大概一 二 三 四 五樓是 一樓是客廳 二樓車庫 車庫 一樓是車庫 二樓 二樓是客廳 還有飯廳 還有廚房 廚房 然後三樓就是 三樓是我的 會客室跟我的廚房 會客室跟廚房 譬如說泡茶 聊天的地方 是 因為你是總裁 沒有…不敢… 我忘記了 OK 然後五樓就是 四樓是我們的主臥 主臥 對 五樓 再上去的話就是 空中花園 沒有 就是小孩子的房間 跟長輩的房間 你們真的是 台灣社會裡面一個縮影 就是努力 你要出頭天 你總有熬出頭的一天 兩位從過去彩花界 牛肉場主持出身 還有黃先生 黃大哥 你告訴我 從以前破亂出身 真的 三天沒有吃到白飯 躲到廁所裡面 哭得稀哩花啦的 一路走過來 今天是2009年 兩位可以住到這樣 五層樓的透天座 裡面還有電梯 重點是貸款 還有貸款 貸款 貸款要慢慢照沒有關係 其實大家要學的是 人生哲學 你講的蟑螂哲學 你一旦有這個蟑螂哲學 就打不死的蟑螂 其實你會發現 蟑螂除了打不死以外 它你把它放在任何一個環境 其實它都活得好好的 它什麼都可以吃 就是其實反映在我的人身上 就是說什麼苦我都能吃 但是你要一個目標 一個規劃 你到底要得到什麼 做些什麼 我覺得成功是有不斷地… 從生活當中的 點點滴滴的小成功 不斷地累積 醞釀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總有一天 你可以抱得起來的 有沒有人瞧不起你過 你是苦出來的小孩子 我剛結婚的時候 那時候找不到店面的時候 那時候 其實滿…私意的 也找不到工作 因為也沒有什麼高學歷 也沒有什麼背景 那時候常常會在高五熊練習場 就是去那邊發洩 對 就運動 然後順便發洩 順便交朋友之類的 你常常會聽到一些人言人語 就是你母親好 你老婆很好 柯母親就好 你不用談 你不用做了什麼 其實這種話聽到現在還是有 其實男人真的會在意這個講法嗎 不是 我覺得 這是一個人的素養 對 就算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我跟你不熟 你覺得好笑 我也不一定會覺得好笑 可是我反而把這種力量 放在我心裡面 我做不一定是給你看 但是我是希望說至少 當然有些東西是在檯面上的 至少有一個樣子嘛 總不能說真的 你老公是吃軟飯的 有人這樣講過你 你非常不高興 其實那種意思 就是那種意思了嘛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你課你沒得好嗎 就靠你老婆就可以了 那其實那種意思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就是好像… 我覺得是一種動力 可以讓你自己更加努力 所以才華姐 你現在真的不得了 兵棋部的地位 對 就有性財的家庭 你可以擁有全世界了 雖然說你上次告訴我 你還是堅持你要掛B咖 因為天塌下來有A咖頂著 你覺得現在你是最幸福的 所以一路走來 你想告訴大家什麼 有一些正面的啟發 我覺得只要… 人家說一步一腳硬 只要你努力地做 我覺得老天爺一定會給我們一口飯吃 而且我覺得人不能太貪 如果你有貪念的話 可能會有不好的結果 那你很省嗎 現在 即使賺了這麼多錢 你還是省嗎 你是省錢的人嗎 我覺得我在某部分是很省的 可是我覺得 我一路走來是這麼地辛苦 但我覺得我的辛苦 有時候我也會犒賞我自己 我又會讓我自己 比方說我有這一個包包 我是快樂的 那為何而不可 對 因為我的能力範圍是可以的 不要做那種就是你做… 這個是我老婆買包包最好的藉口 對 犒賞也不用一次用說8萬 10萬 天啊 我們可以分期 可以分六期 我每次老婆都跟我講分期 分期也是要付 它也是用另外一種負債 因為我老婆覺得 她對於錢比較沒有概念 你知道我的話 我的個性是 我現在結了婚以後 其實不該花 我任何一毛錢我都不花 你知道她有存私房錢的習慣嗎 我老婆她不用存私房錢 她可以光明正大的存 因為我們的財富管理 是各自各自那個 但是我會幫我老婆做一些規劃 好 我留下一個伏筆好不好 搞不好她真的有存私房錢 廣告之後我要告訴你這個答案 繼續鎖定 演藝圈就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工作 不管它再怎麼累 它再怎麼辛苦 我永遠喜歡這個工作 有熱情 有熱情 有power 然後在這個工作當中 又可以賺到錢 這個是兩全其美 所以選對行業很重要